而台灣也有響應占領華爾街的運動 網友透過臉書發起占領台北101 就在今天下午1點01分 上百位民眾他們以繞行的方式來包圍101 接著更拿著示威標語進入公務中心內大喊口號 表達對貧富不均的差距 現場也一度陷入混亂 引起許多遊客來圍觀 還有部分精品商家就趕緊拉下門 暫時不做生意 避免受到波及 恭喜台灣就是有話 就在下午1點01分 上百位民眾繞行台北101 雙手品插 向全球資本主義發出入口 示威群眾掛著各種標語 表達多元訴求 今天就是要來表達 我們九十九趴的對底層的員工的薪資 根本不夠生活上的開銷 每個畢業生都在講 都在煩惱以後 我們的工作怎麼辦 然後還有我們結婚怎麼辦 我們的錢從哪裡來 在外高呼口號還不夠 於是變大後 一行人試圖轉入101 購物中心要持續抗議 就在門口一度發生了激烈推計 市民民眾最後以消費者的身份 進入101 隨後再集結起來 邊走邊大喊他們心聲 吸引許多遊客為觀 部分精品商家擔心受到波及 趕緊拉下門 暫時不做生意 貧富不及拿 納豆還可以接受 但是不是用這種方式吧 如果他們繼續就是做這些比較不理性的一些動作的話 會影響到別的客人 就會請他們幫我們驅離 響應佔領華爾街行動 台灣透過網路發起佔領台北101活動 各方人馬聚集 有學生 有勞工團體 甚至連政治的社運人士也來湊一腳 這場行動不同於集體遊行 而是自發性參與 能又喊的 用唱的 發出對貧富不均的不滿心聲 無法忍受財團把人民當成謀利的工具 要從資產階級 奪回所有政治和經濟的權利 民眾站出來發出99%的抗議力量 有人打算搭帳篷長期抗戰 就是要喚起社會的重視 街灘張國良 泰拔島